你好,今天是2023年10月28日 想跟大家說說財經新聞的解讀 現在我開了一個叫WhatsApp的公告群組 有興趣可以在說明上按連結加入 因為接下來,我想應該2024年開始 我會拍片出樣子 因為擔心版權問題 那些截圖未必會再在影片裡 可能要在群組裡分享 如果有興趣拿一些圖表 就可以加入群組 另外,1月20日會有一個活動 今天應該會出場程 會在尖東舉行 收費大概是380元 有一個餐,有一本書 跟大家見面 裏面群組了Google Forms 大家可以去填,就可以了 第一個我想說就是昨天 昨天英國智庫說 中國在2038年 會過美國成為全球經濟體最大的國家 說完這個,就有其他的YouTuber 就去說我好像想得實在太好了 這樣的情形 那個YouTuber其實都很給臉 因為他對其他的YouTuber 他會開名 他會對其他人的情形 直接攻擊到體無原夫 我想大家都可能是同一件事 叫做懂英雄,懂英雄 大家在政治的意見不同 但是他對經濟有不同的看法 大家都站在一個 互相尊重的情形去說 我覺得大家在一個理性裏面 不是做人身攻擊 我覺得大家是一件好事 真理只會是越變越明 還有,第二個就是時間可以證明一切 看那個叫做 最終的真相 可能會是時間是長一點 是說2038年 大家可能15年之後 都不會有記得這件事一樣 等同在2001年那時候 馬雲和黃建林對賭一樣 對賭十年之後 究竟實體店的銷售額大 還是電商的銷售額大一樣 過了幾年大家都不記得 因為在那個時候 就是很搶眼球 那說回為什麼我會覺得 2038年 中國是有機會成為全球的 經濟體系是最大的 其實就很簡單 其實在以往 就是中國是佔全球的GDP 那個體系一向都是大的 只不過是在明朝封國之後 清朝和是那個做貿易 就是對外貿易那裡是少了 沒有去做之外 被西方國家追上回來 就是尤其是是有工業革命之後 就是英國自從有工業革命之後 整個世界 就把重心轉移了 從東方就轉到西方 就強了我想有三百幾四百年 那這個是現實來的 但是記住 就是無論任何國家也好 或者是一個經濟軌跡也好 是有上有下 今時今日你看到美國現在是全球最厲害的國家 但是它內部也有很多問題 那有很多不平等 什麼不平等呢 就是中部和兩岸的不平等 東西岸的經濟不平等 黑人和白人那個種族的不平等 那麼新舊經濟 就是互聯網和傳統的石油企業的不平等 跟著就是有錢人 極度極度有錢人 還有一般的市民 就是那個1比99 就是1%佔了99%的財富 那麼有很多不平等 都是令到美國是有它的隱憂 那麼你看到其實現在美國的紐約 有個法例就是叫做零元購 就是說你在搶的東西在100美金之內 就不會被告的 也都不會去坐牢的 那麼這個令到現在有很多店舖 是關門的 有很多人是離開紐約那裡 那麼這個都是一些在在出現的問題 那麼其實每一個國家都有每一個國家所在的問題 中國現在碰到的是一個經濟向下行 那麼中國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其實每一個朝代都是這樣 你只要給他們時間休養休息 哪怕你是經歷了很大的戰亂 譬如安史之亂 就是朝代的更替 甚至國共內戰 清朝轉民初 你給了幾十年時間 它休養生息 那個經濟就自然會上來 你看回共產黨也是 就是執政 由79年開始 鄧小平改革開放 只不過是幾十年的光景 你沒有想到它由 某化大革命開始到今天 內地是先進了那麼多 就是很坦白說 就是很多沒有去回內地的人 就是好像很多以前香港的 大家政治不取向不同的人 的黃絲現在回內地回得多 它都驚嘆內地那個消費的服務 水平高了那麼多 乾淨了那麼多 它都覺得是積積清奇 這個就是在在說 就是大家真的要進去看看 它是有不好的地方 也都有它好的地方 還有中國的一個國家 其實已經告訴你 它的名稱是什麼 它是社會主義國家 一向中國奉行幾千年 都是聖社不是聖資 就算是俄羅斯或者蘇聯都是 它告訴你 它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 以前是共產主義 曾經試過奉行一些資本主義 誰知道他們重大件事 他們都現在要走回頭路 回到共產主義 那個民族才重拾他們的專業 那麼這些就是在說 資本主義是否可以套到任何一個國家 不是 你是否可以套到去伊斯蘭呢 是否能套到去沙地阿拉伯呢 是否能套到去印度呢 或者是其他的地方 可以有經濟這麼好增長 未必咯 即是菲律賓啊 台灣啊 都 那個民主程度都很高 但是 是不是可以改變到整個民族的性格 不是咯 中國人有一個特點 即是他們是特別勤勞 還有是很聰明的 那拿破崙都曾經說過的 他說不要叫醒這一條巨龍 不要叫醒他 那基辛格都說過 即是大家要留意中國 這個就是現實 即是如果你抽離 當不是中國人去看 你幾十年來 由一窮二白全世界 試過兩次 三次 即是上世紀初 講清朝轉文初的時候 那個GDP都是佔2-3% 接著在文化大革命 又是佔1-2% 接著八九六四之後 九零年又是佔1-2% 都沒有一個十幾億人口的國家 或者是百幾年前 一個幾億人口的國家 佔全球的GDP竟然是這麼低 其實 中國佔全球 就算今天佔十幾% 也都不為過 它佔了全球的七分一人口 那 你看看中國 他們是有他們的老根 你看看他們生產的電動車 你看看他們生產的高鐵 你看看他們生產的太陽能板 全部都是整個世界都是需要它 他們才可以製造到這麼便宜這麼漂亮的產品 你看看大疆無人機 這些一系列的產品 就算現在最新的運動相機 因為他們 譬如GoPro 叫做大疆 它已經有機會 超越 Insta360 大疆 已經超越了GoPro 他們的設計思維 也是比它好 質量是比它好 這個就是現實 即不是我自己生產白做 那這個就是中國有的優勢 不可以妄自誹薄 那如果你說它經濟向下行 你就推棄它 那我覺得 我覺得你就看低了中國 那中國可能會在這幾年 因為房地產爆破 因為是多了管制 令到那個經濟是向下行 但是 當那個整個政治 我想回復回正常的情形 管制少些的時候 中國我覺得是有一番光景 那我反過來 我擔心的不是中國的經濟 我反過來是擔心香港的經濟 因為香港的經濟是外向營得很厲害 它跟上海一模一樣 它是做很多外貿 是為外國引進資金 這件事的時候 短期裡面 美國是抽資的時候 對香港的傷害是非常之大 那中國是不是需要 一定依靠香港去打其他市場呢 那這個就是要靠香港人 要去自己識去走位 不要再去想著是吃老本 靠以前阿爺 去供利潤給你 這樣的時候 你是一點承諾力力都沒有 那第二個我想說 今天看了周顯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就說 歷任那五代特首 他們旺那個房地產發展商 香港房地產發展商都不同 那他說在董建華的年代 旺那個就是長江、李嘉誠 那在曾蔭權的年代 旺的就是熊 或者是新鴻基 那因為曾蔭權的頭馬 許氏仁都是幫新鴻基做一個內部顧問 那在那段期間 又有ICC的建立 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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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第一個發展商 是幫他站台的 那在那時候的勢頭 新世界 在內地 中國 和香港 發展真是不錯 去到林鄭那個年代 變了恆基 那四叔 就在林鄭的年代 就買美利道 買金鐘那個 还有The Henderson 和那边的IFC三期的地化 这个都是恒基的年代 现在去到李卡超的年代 就是说信和就是比较红 因为他现在手头上发展商最多cash的四百多亿 所以他有钱就任性了 就可以去买地 扫平货 那这个就是五个特首 旺就旺过五个不同的发展商 那房地产我不知道得罪什么人 有些朋友在其他网台上 基本上我也没有出现过 他也入了入我数就说 邵博士怎样怎样怎样 听他说话都没什么了道 很奇怪 可能是因为我触动到 有些朋友可能他持有物业 他见我说房地产的市场走势不好 他就迁路于我 我想有些人会是这样的 之前也有一个房地产的经纪 中介经纪 中原在南区的区头提醒过我 叫我不要说得这么白 因为有些人是不喜欢的 因为对他们的压力来说是很大 你看到香港的股票市场 和房地产的市场很有趣 第一股票市场连续跌了 应该三年 很少 2024年不知道会不会连续跌第四年 然后股票连续跌了六个月 五个月还是六个月 然后楼市场连续下跌了七个月 即是在三月四月见顶之后 就连续跌了七个月 12月应该会跌 这些现状是在在告诉你们 在一个熊市已经出来了 楼市已经由最高峰跌了两成 我不知道大家对熊市的定义是怎样 楼市在我自己的上升 我就只会说是上升轨和下降轨 上升轨就是一浪高于一浪 下降轨就是一浪低于一浪 什么叫一浪低于一浪呢 你跌下来的浪底 是比之前的浪顶高的 就是上一转的浪顶高的 那就叫做一浪低于一浪 又有些人熊市的定义 由高峰跌两成或者两成半 就是叫做熊市 那股票市场绝对是 由三万点现在去到万六点 是说差不多接近是腰斩 这个一定是熊市 那在这个楼市 会是再创新低 应该二十几个百分之就走不掉了 通常很有趣的东西都是跌到 一旦就说三分一 二分一 三分二 那现在就看究竟楼市最终 跌到多少 会是有一个停 三分一 二分一 还是三分二 那没有人有水晶球 告诉大家 那那个楼市会跌到去哪里 但是 那个跌势已经是形成了 那大家对置业的心态 就是今天和上年的年中 或者是年头已经是两回 两马子的事 大家对香港的经济 我想只会是越来越担忧 就是那个股票市场不好 中国现在那个股票市场 还是创新低 内地我不知道是因什么原因 其实我自己感觉是内地是在玩一个很大的拳斗 要去打不同的山头 所以会出不同的政策 那这些东西一定不能在内地说 但是 自己感受到的会是唯一可以解释这样的原因 就是经济这么低迷的时候 出现这么多不同的政策 这些政策往往是 令到很多不同的行业 那个龙头都会是 高的市值 和生意额就下跌了很多 内地始终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政治行先 大部分的企业 都是在国家那里 国家就不怕短期的波动 也不怕经济向下行 那么最主要的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政治正确 政治稳定 那么这个就是 要大家要认识回 真正那个体系的不同 那么再说回 就是大家现在有很多人 向往就去做这个叫做 YouTuber 其实内地是最先是说有直播带货 这个行业 是带给其他国家 那么现在叫做活跃的 叫做直播带货的人 大概有9500万个 那么就开了账户的有1.5亿 其实中国的网络市场就7亿多人 那么那些人只为做YouTuber 做那些叫做直播带货好运 其实不是了 有一个调查 中国网络表演行业的发展报告 2022到2023就说了 有9成半 那个月入是只有5000元以下 而月入5000到10000之间 就是只有2.6% 月入10000到10000 是只有1.8% 10万以上是只有0.4% 那么大家去看聚焦的 那些一定是卖得最多的人 好像李佳琪、维亚那些 大家一人会知道 那么其他有很多在做直播带货的人 其实都是仅仅可以户口 或者是在收入不是那么高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 其实有三样东西 第一 那个流量 以前可以有自然流量的增长 现在如果你不是有些很吸引的题材 你根本是不会有一个叫做流量出来 就是你要去买流量 买流量就需要成本了 第二个就是因为在直播带货 其实没有什么护城河 个个人都可以做得 那令到增多就足少了 做的人多 做人多的时候就可以分薄了整个市场的总量 就是说每一人 就是整个国家在网上购物就是这么多钱的了 因为参与的人数多了这么多 你看看成亿半是开了户的 九千多万是活跃的就知道那个增多足少的情况 第三就是说现在那个叫做主角光环 就是在五六年前没有那么多头部带货的时候 那些主角就可以占有那些市场占有率 但是现在都摊分了去中间腰部那里 还有那些厂家都很聪明的 就是以前他会靠头部或者网红去带货 给钱他去帮他带货 但是试过给了钱之后都没有回报的时候 就令到那个出现了一些投入和回报是不成正比 那有一个就叫做新东方 那有一个叫做姓董的董玉辉 那最近就跟新东方闹得很火热 那问题就是什么呢 其实董玉辉以前在一个新东方教育旗下一个英语老师 那每个月可能是赚几千元到一万元就在教学去英文 那但是在两年前就中国政府就实行一个规管一个叫做教学的行业 那的时候他们逼不得不就是去转型 由一个叫做一个英语老师呢 变成一个直播带货 那火红到呢 那他是佔了整个新东方的收入就很多 就是在教英语里面呢 就顺便去带货 那令到他突然间火红回来 那这个有两样东西给大家看到 第一就是说有时我们认为是绝境的时候 就被逼你要走出一个舒适圈去接受一些新的挑战 可能是最差的情形 其实对你是一件好事 就是如果你还在一个舒适圈里面 你就还是做一个英语教师 但是因为他已经封杀了 不能做英语教师的行列 就转型去做带货 那他带货的时候也不是一帆封信 他也是经历过一些叫做 叫做樽颈位 试过挫败 才找到一个成功的方法 就是跟李佳琪一样 就是去到没人看 跟着去思考为什么会没人看 要去想办法去突破 人就这么有趣 就是香港现在又是面对了 去到一个困境里面 今次就要考大家的智慧 转不转到型 那转型你不要祈求是政府带你去 是要靠自己 就是你去靠政府的 始终都是慢很多很多拍 就是等于新东方 就是如果董宇辉不是坚持 去做他认为他正好做的事 去找到一个突破位 他已经可能是离开了 那个新东方 好像其他老师那样 回到家乡 那这个就是人 是很有趣 就是去到绝境的时候 就是有些人 叫做天梁的人 天梁的人 就是说 有些天梁的人 有些天梁的人 就是说 就是缝空化吉 那好似薛家宴那样又是 就是你去到那个绝境 就是老公又说走老 就是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年轻 就是去拍真情 就是让他事业再起飞 另外一个就是叫做 罗林 就是写哈利波特那个 又是离婚 要在那个咖啡店那里 去打电脑 去写小说 又试过写了些手稿 几家出版社都不肯和他出 后来出了的时候 就一指封衡 那这些都是去到绝路 才有这样的情境 令到你去从事创作 去发挥你的小宇宙 就是很等于 《红楼梦》的作者一样 如果你不是家道中乐 那你不会写出一本 这么经典的小说 《红楼梦》 《刘芳白世》 这个就是说 人生就是这么有趣的 有所失 就会是有所得 那大家现在看到的 直播带货 看到它美好的一面 其实很多都是 难以糊口的 这个就是要看看 你怎样在市场里面 和别人做到的差异化 那今天想说的就是这么多了 有什么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